大家好,我們在樓上在換錢 阿怎麼啦? 現在換很多錢喔 到底我們要幹嘛呢? 樓下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今天晚上要去東大門 前兩次蠻想去的 可是因為每一次都是礙於時間上不夠 然後每天都要拍攝 但是因為今天剛好跟Joice兩個人就覺得說 不行,我們一定要去東大門 就看一下批貨目前的狀況到底怎麼樣 而且已經很久沒有去東大門買衣服了 所以決定要趁著批課晚上會去的時間 我們決定要一直去東大門 然後我現在找車了 車還沒來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有預設一個金額 不多不少 一萬塊錢在東大門可以買到什麼樣的衣服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吧 各位鄉親時代大家好 趕緊幫阿源按一個訂閱 謝謝大家 大家,我們現在在東大門了 聽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裡面的ONI們態度都非常好 但是因為不知道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進去看一下 就進去吧 你要先進去這間吧 這間是最貴的喔 我們可以繞一下 好,這還在錄對不對 這還在錄 我們可以先繞一下 這間 Super貴 我覺得這間裡面的衣服比較前衛 然後都是一些設計師品牌 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夠接受 可是真的很有質感也很好看 唉唷,進來囉 有點冷清 小冷清 可能是時間還沒到吧 因為現在才11點 但是它其實外面的貨都蠻多的耶 你看叫的貨都蠻多 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就算台灣人 也不會直接來皮膚 他們都直接網路上看 或是ONI會拍一些直播的 影片給他們 我本身自己不是做網拍 也不是賣衣服 所以我其實不太知道 之前因為有逛過其他棟 我真的覺得這棟是我最愛 聽說現在好像也可以買一件 但是我不太確定 幫大家試試看 我剛剛看到都很多大衣的耶 現在就是已經入秋了 嗯,都好多大衣喔 真的,而且都蠻好看的 哇,奇觀超級多的 真的更多 真的 超級多 我的天啊 這棟還是貴的 這一間真的是蠻貴的 這顏色好看 這種不同的顏色 它有黑白 也不滑 啊,我明白了 你只要想要綠色那一種 我都可以喔 你要哪個顏色 我就另外一個 但是一個是哪 定 欸? 我們難得看到想要的 沒有 好,定 那我們應該會遇到很多這個狀況 有可能喔 沒有啦,有一些可能會有啦 會有你可愛的毛衣 好可愛喔 那這個對不對 對啊,感覺你會穿的毛衣 而且它有很多顏色 欸,你看它有紫色耶 對 它還有另外一款也蠻可愛的 好可愛 所以這個也很Q 可是這個現在在台灣就是穿不到 可能要過一陣子 就要襯衫在外面 然後這樣子外穿 很Q 就是男生看不懂 男生會以為你要單穿 NO,NO,NO 我們裡面是要加一件內搭的 單穿也太可怕了 這有一些銷售的東西 其實銷售會單買 應該可以吧 它都銷售了 這間好可愛喔 這件很簡單 很簡單 新鮮 雖然這個顏色搭起來 我覺得應該是有點小怪 它那一本套耶 它膝蓋有趣喔 我覺得東大門這邊買衣服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你可以提早知道 今年的秋冬流行趨勢是什麼 比方像我們剛剛已經過了兩層了 超多這種比較短的毛衣 不是那種over size 就是大膽預估 今年秋冬 就是買這種就對了 它這個不只是單一個顏色 它顏色超級多 就是各式各樣 然後非常的colorful 這種風衣也是啊 萬年不敗 一定都要買這種 很多 而且我覺得他們襯衫也好多喔 總之我們在進去慢慢看 我也不知道我們今天到底 花不花到一萬塊 但是如果花得到的話 今天不知道我們買什麼東西 今年是不是也很流行這種啊 為什麼我總覺得我看到很多 原萬年不敗 就是每一季什麼都一定會有 一定要有 夏季也會出比較薄的 說中的小香風 它的一外套也都是短版 這個今年好流行短版喔 而且它真的好像很有質感 真的 就它應該不是真皮的 但是它看起來像真布 對 它就這樣 這個也很紅 大家今年秋冬也是可以買起來 欸 好 繼續逛 這顏色好可愛喔 而且它褲頭這邊是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韓國的褲子 真的都超級好看 真的 版型都很讚 永遠都覺得褲子少一件 你看這種短袖毛衣也是很可愛 它的顏色其實肉眼看 是比較淡一點的質 可是畫面上看起來比較深 超好看喔 對 這些褲子就很黏 你感覺我現在有沒有現過好了 視野不錯 感覺好像可以再坑坑一點 沒錯 因為這邊這個褲子真的超多 你現在很像是 我要去剪頭髮 要洗頭 你現在是設計師 我穿起來很適合 我跟你講 我穿 會完全不一樣 我們買到了 我們買這一件 因為它剛好現在是有現貨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件是3800 兩件是7600 一件平均不到1000塊台幣 我們這樣走一兩輪 真的很多人在直播 而且都是中國人在直播 每次看到都覺得 哇 好酷 很酷 還是沒有算完全開放 就是來韓國還是小班長 像台灣的話還要隔離山頰駕駛 很多人還是透過網路在併戶 直接跟這邊的聯繫 然後就請那個 就襲來這邊收貨 然後寄到台灣去 大部分是這個樣子 被我們發現了 在APM的某一層樓 也有這個食物 它就是大部分是在賣一些飲料 然後下面會有一些零食 因為我記得這邊到大概一兩點之後 就是開始會有很多人 是開始會叫飲料啊 叫咖啡什麼的 很酷 你也試鮮 好愛這種短板的喔 現在兩個顏色 我跟你講這個色 就是我們女生自己看的 自己爽 看扮牛仔超好看 這一套是我整個 超級愛的穿搭 就是上面很休閒 下面就直接是一條運動褲 然後旁邊這一件呢 應該是我平常業配的時候的穿搭 超可愛喔 它秀姐也有設計的 這個顏色真的是 我覺得最好看的 因為另外的這個 這個粉紅色 我都覺得還好 我跟你講這很恐怖 就最髒 而且它的字是粉紅色的 Q 這一套也是超級好看 他們真的超會搭的 好我們現在買到兩袋了 一袋是粉紅色的色衫 然後另外一袋呢 是白色的牛仔褲 這人曬都在哪裡 哈哈 整個 盤子手要在後面吧 每天都被時間給追趕 今年下半年更是 忙到不行啊 大家都知道 女生過了25歲後 真的是面對肌膚的彈力流失 我們真的非常的在意 有時候就會擔心自己 就是變老變醜 其實我們都非常在意這些事情 希望自己隨時都能夠保持 青春有活力 帶給大家永遠都是最好的狀態 保養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像週末的到來 我最喜歡素顏不上妝 洗完臉後就會立刻擦上這一瓶 倩碧的天才激光修護 幻膚精華 這一瓶的A唇呢 真的很不一樣喔 它打破了市面上 其他A唇用了 會讓肌膚可能起穴啊 皮肝啊 冒痘啊 反黑這一些 女生都很害怕的一些副作用 讓我用起來呢 總是會覺得 唉唷 有點怕怕的感覺 但是呢 因為它有臨床正式 No.1的新世代A唇 可以撫平我們的細紋啊 讓我們的臉部看起來更發亮 全是一些肌膚的彈啊 嫩啊 量 這一些我們都非常在意的 那皮膚科的醫生呢 他們都是讚不絕口 覺得啊 這個真的是讚的啦 業界唯一新世代的A唇 白天晚上的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我覺得擦起來呢 是很好吸收 而且也不黏膩 那給大家看看 我使用一陣子的變化 唉有沒有覺得 真的有差呢 我喜歡在睡前的時候呢 去洗澡 因為洗完澡之後 毛孔都打開了嘛 這時候用保養品 真的是最讚的時候 那當然呢 也是用 倩碧的 天才激光修護 患膚精華 獨家專利成分 天才激光生態鏈 能夠有效的協同的 膠原蛋白作用 除了撫平細紋之外呢 我的臉看起來也更亮了 大家覺得有沒有 有的話 旁邊幫我刷起來 有有有有有 隔天呢 就算是素顏呢 也從來不會讓自己 狀態感覺 唉唷 蛋骨光啊 那最後呢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瓶 倩碧的 天才激光修護 患膚精華 買一送四 什麼意思 就是你買這一瓶呢 只要2900元 但是我們還會送給你 其他的東西 原價呢 是4587 現在呢 就是特價 2900 會送給你的呢 就是這一瓶的5ml 兩瓶小的 以及天才激光超緊緻 活膚霜一樣 也是5ml 然後兩瓶小的 那送給你的東西呢 價值是1687元 所以算是非常的划算 大家呢 就是如果想要下單的話 你就趁現在 那活動期間呢 還有一個加碼優惠 就是消費買1000呢 就折給你100元 那等於呢 是如果你花了2700 消費了2700的話呢 就是打了59折的意思 那最後呢 再刷MOCA的話呢 有8%的MOB回饋 所以大家呢 就是記得趕快去買起來 那我們就即將回正片囉 我們剛剛從那個APM出來了 然後往後走 現在來到了這一區 我跟你講這一區 真的就是非常多 批客會來買衣服的地方 因為呢我記得我多年前 我跟IVY一起來 披過衣服 我就跟他一起來 然後他好像就帶我來這邊 沒什麼印象 不太確實那一段還是這一段 可是應該是這一段 我好像那時候 是在那邊做Ending的 所以應該是在這裡 我們目前呢 大概剩下5000元左右 5000元 我覺得在這邊買錯錯有 因為這邊的衣服便宜很多 各位我們逛到這邊四層樓 覺得可能 比較不是我們的菜 也許要挖寶 但是我覺得 這一棟好像比較不太適合 也許會有好的東西吧 不是很確定 你現在是不是有點想走對不對 就是面... 配件類 配件類 如果你要認真挖寶的話 是可以挖得到好看的什麼 配件帽子什麼之類的 其實是挖得到的 只要我們認真挖就可以 欸 泳衣欸 是不是應該要買一件明明古 又會游泳 就是最樓上是男生 因為很多男生會說來韓國 不知道要去哪裡買衣服 其實我覺得東達門 是個很好的選項 男生一定不可能是一個人來嘛 你一定是跟你的兄弟 或者是跟你的女朋友一起來 那其實你就可以來這邊買衣服 因為這邊衣服其實一定不會 我們現在是要去別棟了對不對 對 好 去別棟 我們剛剛已經從對面那一棟 走過來這裡了 因為我們發現對面那一棟 好像比較多的菜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轉來這一棟 來看一下 這一棟到底可不可以買到東西 我跟你講我覺得我們要設個限制 這一棟如果買不到的話 我們就把錢拿去挖在原本第一棟 喔 好 我們現在就是剛剛你講的體力 沒有辦法挖寶 好 現在更取代吃東西 我也是 真的是超累的 我覺得很佩服大家可以晚上來這邊 批貨 真的 很強 對啊 我已經有點恍神了 對啊 真的看久了眼睛真的沒辦法對著 沒錯 好啦 這一棟比較好 好啦 這邊儀式好像只能到三樓 我們目前好像沒有看到什麼特別喜歡的 我們就覺得任何地方都買得到這些衣服 就沒有特別走進去看 不過其實也都蠻好看的 我覺得這邊一定是比較便宜 很多顏色的大衣 這邊很多店都已經沒有了 空了 就是空的其實真的蠻多的 兩三年前來真的不是長這樣 但這也是我這一次 再回來 然後第一次來東大門 所以有點 有點嚇到 好吧 那就往下囉 沒東西啊 這件超級可愛 我剛剛就有看到 嗯 然後還有紫色 紫色好紫喔 哇 我們的拉麵來了 我真的快要餓死了 我真的快要不寫 超快不行了 欸 對 它是大碗 欸 好大碗 超級大碗 再吃一口 哇 這時候好羞重喔 泡麵 再吃一口吧 啊 好開心啊 疲勞了 消耻了嗎 有 我現在怎麼有恢復體力 不要再繼續逛 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因為 很累 想要是不是吃一下 吃完這種 我們最後就把那錢拿去APM全部花掉 我們又回到了APM了 所以今天依然是我們最愛 我們可以回去看 剛剛我們就是代選商品 最後呢 我們選了這一條褲子 黑色的 因為覺得很非常百搭 大家 現在已經是半夜2點多了 然後真的是整個超級無敵累 我們今天一共在APM買了四袋 我們去其他地方都完全沒有買任何東西 四款不一樣的衣服跟褲子 這一次來東大門 我覺得我真的是更佩服那一件 大家在經營網拍的大家 因為我真的覺得真的太辛苦了 你們真的是超級厲害的 完全沒有想到說 你們到底是如何這樣 保持清醒的狀態 然後在裡面這樣子挑到很好的衣服 然後拿回去給台灣 然後賣給大家 我真的是佩服 覺得你們很讚 以上就是今天這次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來東大門這邊買衣服的狀況 這一次來買 覺得說 其實ONI他們人普遍都蠻好的 如果大家來韓國玩的話 然後想要來買衣服 自己覺得說 不一定要在宏大或者是江南買 如果你真的想要買一些比較特別的 或者是很有質感的 你就可以來這裡 東大門的APM買 好 只是說就是要晚上8點後再來啦 那就是這樣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還有follow我的IG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安妞